So but anyway 因为我经这个行业大概19年了 那这个行业里面我见过很多的东西 也给我了感受了很多东西 所以呢 特别是华人 我们中国的华人呢 对这个networking就是有一个概念 经过我打滚了这么久在美国 而且在全球的市场里面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这19年的我的经验 怎么去 为什么这个生意 为什么有些人成功 为什么有些人不成功 而且为什么这个市场有这么 有时候有没有这么坏的reputation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 用这个会场跟你们分享 怎么去真正的认识这个机会 这个商机 怎么去真正的去做正确的行动 去把自己的生意打起来 So我看到有很多新人 所以呢 如果我们有手机的话呢 请大家按着去vibrate OK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把这个会场好好的 因为我们很短的时间 希望在两个时间 两个小时之内 我们就把这个training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Now some of you 有一些朋友不认识我 我是Kim 我是一个 其实我是个stay home妈妈 OK 我家一个小孩子 我老公是个医生 可是呢 我做这个市场做了十几年 那过去呢 有一点点的小的成绩啦 我过去上一个公司呢 我短短两年之内呢 不是我的厉害 就是有一个平台 有个舞台呢 我两年之内我的生意 我的市场去了224个国家 而且一个团队不是一个人耶 是因为这个一个平台 我的团队里面两年出了二十几万的人 是传球的生意 所以呢 大家不要看小这个生意 这个是个投资很小 风险很小 OK 可是呢 回报可能很大 就看我们怎么正确的认识这个行业 怎么去正确的行动这个行业 因为呢 在华人市场 不管在华人市场 美国市场 一般当别人听到一个直销传销 他们会怎么想 第一件是什么 老鼠会 不legal OK 所以这是很很普通的 所以I think这个社会上 现在到这个时间 I think这个很重要的时间 就是我们要我们华人 怎么去正确的用这个眼光 去好好打这个事业 OK 你想想看 我是个stay home妈妈 哪里投资一两千块 两年之内赚了三百万美金 Where 哪里有这个生意啊 OK 我们genet现在多久 现在genet是一个半 一年半的不到 16个月 16个月 那哪里有机会 16个月可以赚两百万美金 I mean it's an end 我们有这个flexible的时间 那所以呢 为什么 很多人说 哎呀 这是一千元 这种生意有一千元会赚钱而已 那我跟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认识朋友开餐馆吗 有没有认识朋友开餐馆 或者开传统生意 是不是每一个人开餐馆都会赚钱 No 那是不是每一个人进大学都会毕业 No 是不是 那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有一些成功又不成功呢 就是我们用什么的眼光去对一件事情 用什么行动去做一个事情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是借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 OK 什么叫直销 什么是网 有些人说 哎呀 不要讲直销 不要讲传销 那好听 OK That doesn't matter 就是说好 我们是网络 Network Marketing OK 网络还是网络 网络 网络 所以来讲 一般来说 一个传统的 traditional conventional 传统做生意的模式 比如说 你是一个发明家 你有一个很好的formula 你有一个很好的配方 那你要做你自己的产品 OK 就是说 现在市面上很好的skincare 就是很大的 不是很好 很大的 也是可能很好的skincare产品 护肤产品 比如说 L'Oreal L'Ancombe Chiseido 这些很大的公司 他们有这个配方 对不对 那他们在多数都是 一个自己有manufacturing facility 或者是给third party 给第三届的厂家 去exclusive 帮他们去做这个产品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产品 OK 一个 这个是traditional的模式 任何电话要想 我要call的一块钱 不是给我 全部给你一块钱 OK Anyway 这个是business 对不对 OK 这个是商 任何一个公司 任何一个公司 你有一个产品 你要去做 那你是不是要去 You could say Can somebody help them to turn the phone to turn the vibrate if they don't know how OK So anyway 有一个business 一个商机 OK 他们是去找manufacturing or whatever 那他们怎么去卖呢 他们是就be usually 是be to be business to business 对不对 OK 他们是holesaler 他们要找谁 要找reteller reteller reteller 这不是中文怎么讲 reteller是什么 零售 零售 零售的店 零售的店 对不对 买给customer ok end user 那这个过程里面 第一 他有没有overhead 当然有了 reteller 有没有overhead 当然有了 reteller 他有要请sales 对不对 要做promotion 促销 还有呢 manufacturing 他把牌子打红 对不对 他不是做advertising 广告 OK 所以他们用媒介 media advertising 他们有很多的overhead 这是谁付啊 end up who pay for it consumer customer 付对不对 所以一般我们传统生意都是 b to b or b to c ok 我想在座很多的客人在这边 很多的我们伙伴 partner在这边 如果你是做传统生意的话呢 either your b to c or your b to b 这是传统生意 这里面里面的berry 传了很多很多的overhead 很多的advertising 很多的 advertising 广告是不是 你知道打一个page sometimes one page ad 很贵哦 一个tv ad 也是可能over a million dollar 那who pay for it consumer 那我们什么叫直销 什么叫传销 什么叫网络行销 whatever ok 是这样子 有一个公司 we have a company 我们会by pass all the retailer 就是把这个veteller拿掉 而且呢 我们不会付media 不会付advertising 这一支钱给谁 给我们 我们是给我们的经销箱 去promote这个事情 ok 所以这里面呢 all the commission 你知道 譬如说 Chichet Lang Kong 他们做很多很多的advertising 那些cost all buried在给的insume 在里面 可是我们把这个 我们公司有这个 任何的直销公司 任何的传销公司 任何的传销公司 他们公司就directly cut 这些东西 这一笔钱给了谁 就把这一笔钱给了经销箱 给了distributor ok 所以这个正确的概念很重要 有时候 哦 你们直销公司的产品拿得很贵哦 就是给你们赚钱 拜托 this is a business 是个生意 谁赚这些钱 买一个traditional 这产品呢 谁赚这个钱 retail他们赚了钱 这个赚钱 可是现在有个平台 有个机会 省的就是advertising dollar 就是给我们 这些经销箱去赚这个钱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model 我们的advertising 是谁 就是我们漂亮的经销箱 ok 我们就是他们的advertising 这是word of mouth 嘴巴对嘴巴 the advertising is the most 最effective的 因为人类 你想想看 你吃了一个好的餐馆 你会不会去介绍给朋友 of course 看一个好电影 会不会介绍 这是人类的nature 我们人的nature 可是呢 因为有一个生意 有个business attached to it 就是会推动更快 推广的更快 so is this making sense ok 会不会听懂了一点点 ok 好 那这个模式呢 you understand 之后呢 我们就想想看 我相信每一个人 大部分 不是每一个人 大部分坐在这边的人 都是busy 都是忙着 赚钱 或者是忙着生活 right 我们都是每一个人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我们要做点东西 去赚钱 对不对 那就是去赚钱 whatever we do 我们做什么东西 这个token 一个途径 一个vehicle 去赚钱 那我们想想看 有很多人 因为是直销 他就啊 我就不会碰 这个市场就不会赚钱 所以我就是要 用这个正确的眼光 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在这个市场里面 十几年我都会赚钱 为什么 是有正确的态度 正确的眼光 正确的行动 去行 行销这个生意 ok now so having said that 我们想想看 最重要呢 我说做人喔 最important 最重要是 知道我们现在的状况 ok everybody 自己要take自己的inventory 只要面对事实 很简单 现在这个economy 这个景气 ok 全球的景气 不是 不管你现在做什么行业 whatever you do 现在 你想想看 你自己呢最最准确的 就是做一个self assessment 我自己今天做的东西 可不可以带我去 我要去做的梦想 我要去做的东西 so现在你的状况 ok so你现在可以自己写下来 可以回家写也可以 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 这个是mine 这是我自己 怎么会这么认真去行动 行销这个市场 I'll explain to you why 因为呢 很多年前 我坐下来 因为很多人说 Kim 你大学毕业 你为什么要碰老鼠会呢 你大学毕业 为什么做这种生意呢 why 可是我看到这个市场里面呢 有很多普通的人 可是他们做了很不普通的事情 做了很不普通的钱 你知道吗 你看我在这个美国打工 打工打了十年 corporate公司工作的 工作七年 然后呢 我就跑到别的公司去工作 可是我在美国打管了十年 然后有一次给人家lay off 砍掉了中国广东话 就是炒鱿鱼啊 炒鱿鱼 ok 那时候呢 I don't know what to do 可是我就知道 欸 wait a minute 我妈妈妈妈说 来了美国好好要念大学 这是一个a must 好了我念了大学 好好找一个工作 I did 可是打工了十年 回头多到头来 nothing to show for 给人家砍掉 炒鱼鱼之后啊 房子呢 三个月就可能要给人拿掉了 刚刚那时候 把brand new bmw brand new mercedes 开了一个biz 可是那时候呢 如果我找不到工作呢 三个月人家拿掉了 那我说我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中国不是工资打不出头对不对 那时候我就说 oh my gosh 我要自己要face reality 不管是什么生意 我要face我自己的状况 ok 所以我就看我自己income 我们的收入 我们的收入 我不会应该是这样子吧 something like that right ok 你知道吗 其实中文很厉害耶 你知道我去日本跟韩国呢 有时候不懂讲话嘛 可是制度呢 他们会看汉字嘛 所以有时候我会写几个中国字呢 ah i understand ok so anyway收入 你要想呢 那我们现在你自己的家庭的收入 从哪个地方来的 一般来说的收入是什么 工作 right the job right your job ok your工作进来的 right ok now the other one is what business 那business我不会写啦 ok business 你的生意对不对 ok 那第三呢可能whatever 你的investment啊 你的投资啊 你的地产啊 whatever your income ok 你写下来有income 投资费 然后呢whatever 比如说child support啊 可能打老钟可能没有啦 but anyway whatever anything in the soldoo retirement 你的退休 ok now 另外一个呢 就是expenses 就是你的 呃 吃醋 吃醋 something like that ok but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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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ok 吃醋 不是吃醋耶 but anyway your expenses 你出去的钱 你的钱跑出去的 ok 那每一个月 我们都是mortgage啊 rent啊对不对 utility telephone 小孩子的学费 保险 保险 your car 你的车子 whatever 你写下来 ok 然后 这个total 然后minus 这个total 这个 就是 你的take home 没有take home 还要付税耶 tax 这是美国的 reality 在美国 可是呢 很多人每天 就呆呆地去工作 辛苦的工作 they don't even question 他们说 what are they doing what are they doing 有一些呢大老板 有一些大老板 有一些大老板说 我是大老板 可是 they never look at the bottom line 大老板面子外面很好看 可是里面在hurt suffering especially with the economy I know that 因为我老公是个医生 当我以为 以前 十几年前 我以为 做传统生意比较好啊 做大老板啊 可是我看到 那时候呢 我帮我老公 去他的成所里面 帮他去的成所 my gosh before他赚一分钱 他已经出去两万块 要付房租 要付worker employee 要付保险 那医生的保险很贵耶 and all the workers come and everything before you make a dime 这个叫做traditional business 传统生意 ok 所以呢我觉得他人 外面好看 后来我就不喜欢他 就去clinic了 我说做老板不好做耶 要员工做得不好的话 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讲 也不好是吵他 所以我做得很麻烦的事情 but这个 this is a reality we all have to face it 当我们为什么 要好好去做一个生意呢 当你真正的 you realize where you are 你在哪里 你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就是ok I have to do something 如果说 你们在这边很多人 还是赚很多钱 the net还是很高 very good what about你的时间 你要付出多少的时间 去赚这个钱 有很多人很成功 做成也很大 可是他们家里 家庭 no time for the kids ok so this is 我们自己的evaluation 我们要正确地 evaluate before 做任何事情 你要evaluate ok 我今天在这个状况 what can i do 我可以做什么 去improve 去修改这个事情 所以呢 这个是to me it's my reality check 做任何生意 有一次呢 我做传统传统生意 不管我多聘 多付出 后来 当我看到我这个单子 at the end credit卡一答答的 我说what am I going to do 我怎么样呢 我不可以是蒙着眼睛 蒙着脑子 就去做 it doesn't work 我们要做人要活一点 现在赚钱的方法 已经改了很多 因为加了internet 电子 internet 电脑已经改变 我们做人 做钱 就沟通 做生意的方法 所以呢 这个是第一步 first step 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ok 而且呢 do we want to improve 你需要再improve吗 你需要再改吗 you you 因为呢 不然的话 你现在做你现在的工作 将来一年 两年 五年 十年 会不会这个picture 会不会改 如果不会改的话呢 we got to make a change 我们现在要就 OK first thing 不要管直销 or not直销 forget about that first thing is 我们自己要不要改 要不要改自己行动 要不要改自己思维 ok so 当我们说 ok I have to change 然后我们就选 哪一个途径 which method 哪一个途径去改 ok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 其实直销 网络直销 最重要 我们每一个人 by human nature 做人的 我们会 share 就是 it's by nature 我们会做 其实整一个technique 什么skill 你们都有 我们做这个生意 我们已经有了 可是最重要是between 两个耳朵 就是脑子里面的东西 为什么 会不成功 为什么 没有成功 可能是天师地理人和 也是可是最重要 是right between 我们的耳朵 因为外面太多声音 太多的影响 所以呢 就是希望自己 that's why 我说最重要的课程 就是让大家 怎么是真正的去认识 正确的观念 去看这个direct selling 这个行销 ok ok 第二 那如果 我们要改这个东西的话 要增加 如果这个不够钱的话 要加这个好 还是要减这个好 增加 那增加比较容易嘛 你减了很多说 我不可以减耶 我已经吃得很 吃不吃饭了 不够 可是呢 increase your income 那你要 你要整个工作里面 增加钱容易 还是做生意容易 business 可是business 很多时候呢 都要很多投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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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来 unfortunate we're at the bottom 还要处理 对不对